这不是钥匙吗 你认识这个人 当然 他是韩先生的朋友 怎么 韩德生在厨房里放着红酒 可是酒柜没有插电 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人用过了 那就说明是韩德生喜欢红酒 而他的太太和韩松并不感兴趣 根据你刚才说的 还有图片上的信息 再加上韩德生的爱好 这里也许是一个酒吧 而且还是专门喝红酒的那种 不过找找看 我记得了 他之前同事说 他经常不换衣服就去上班 有可能就喝酒喝通宵了 有了 这有一个叫做涉事十三度的 会员制红酒俱乐部 什么 韩先生去世了 你记得他吗 当然 从我们一开门营业 他就是我们的第一批会员 老熟客了 这 太突然了 细想想 他确实好久没有来了 不过 怎么就去世了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十三十十度啊 因为红葡萄酒的最佳储存温度是 十三十十度 我们就以它取名字了 好多熟客 都简单地称我们这里是十三 去年的八月二十三号 韩德生有来过店里吗 这个 您稍等 我查一下汇集记录 就知道他最后一次来店里 消费是什么时候了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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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零一七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是几点 二十三点零三分 点了一只猴不王 结账离店的时间 跟案发时间很近 案发时间 难道韩先生是被人谋杀的 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调查 您刚才说他点了一整十九 那和他有同行的别人吗 有这个人吗 这不是钥匙吗 你认识这个人 当然 他是韩先生的朋友 被他带着来过几次 韩先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钥匙 那去年八月二十三号 他们是一起来的吗 这个 我得仔细想想 这个是二零一二年的后果 此地问坦泽 当年的评分有十八点五 詹姆斯沙克林 你 打分到了九十六分 这支酒 是我们老板 最近接手的一个厂途中找到的宝贝 箱子里总共有五支 你今天可是来瞧 我的鼻子是很明的 隔着一条街 我就知道你们见到好东西 哈哈哈哈 一个杯子 两个 今天要什么 好 今天你们有事情吗 老板 我可以换一个 稍微适合谈话给你们 甜心 这就是我 特别喜欢这里的原因 谢谢花家 好的 好 钥匙那天 似乎并没有 真没想到 那是他最后一次 坐在那张椅子上 韩先生那天等了很久 钥匙先生打电话来说 要临时改地方 好 当时韩先生也有点罪意了 并且很大声地说 他没有口服来着 打电话 哦 那通电话 是打到店里的 我记得 当时韩先生的手机没电了 您好 十三度九吧 我找韩先生 好的 您稍等 韩先生 您电话 来了 喂 钥匙 你怎么没来啊 我手机没电了 跑步 你搞什么鬼的 您今天没口服了啊 换地方接着喝 行 好 我全想起来了 正是因为韩先生的手机没电 所以 钥匙一直联系不上他 辗转之下 才找到店里的电话 播过来的 请不吝点赞